正南铁线公司计划在高雄的陆竹跟阿联交界处设立工厂 但周遭居民抗议非常生气 认为说排放的废水将会有严重污染地方 激烈反对 甚至在今天上午举办的说明会当中 直接翻桌 反对正南铁线公司设厂 居民翻桌抗议 两三百人鼓噪立场一致 认为正南公司计划租用台塘西原农场 设立县材加工以及螺丝制造工厂 绝对不是好邻居 附近的陆竹和阿联有300公顷农业区和养殖漁业 民众担心遭到污染 认为103年通过的环平太过草率 环平就只有问题 这场说明会相关单位没有任何一位代表出席 居民满腔怒火 会议还没有开就爆发冲突 草草结束 恐怕下次开会这样的场景再次上演 记者综合报导